音樂下白色上衣配上橘色短裙的日本高校生 邊吹管弦樂器還搭配整齊有節奏的踢腿 這就是有橘色惡魔封號的日本局高校 吹奏步活潑創意的表演 吸引觀眾激爆自由廣場 他們真的在跳舞耶 超強的 以前沒有看過 旋風來台參加國慶表演的局高校 站在線一邊吹奏樂器 還得趕上舞蹈節拍 超高難度的樂隊表演 局高校學生沒有上氣不接下氣 只有滿臉笑容完美駕駛 除了局高校正會國慶總統府前大會 三校聯合表演 當然由北藝女樂儀隊帥氣登場 熟悉的操槍走位甩槍搭配樂隊節奏 臉上同樣掛滿笑容 這回更新增了旗幟搭配樂隊表演 活力滿滿 而麗桃來自台中的小明女中 則帶來創意的樂隊表演 還有業者超貼心送上珍珠奶茶 要慰勞三校願意對學生 這次總統府周圍也有道路管制 民眾要特別注意公告 至於眾前能入場觀禮的一千位觀眾 則是早上八點就能入場 看著三校精彩的預言狀況 國慶日當天勢必更加精彩可期 台灣HAPPY MASTING 記者 黃文娟 許光豪 A3G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